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卖聊 我们都知道,在一圈的世界里,英雄协会创立之初是大富豪阿尔格尼为感谢救了自己孙子的英雄创立的 但是随着怪人的频繁出现,以及各种资金的注入,英雄协会便不再是单单是一个专门打怪的团体了 那么伴随着英雄的崛起,同样为人民服务的警察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番外篇《猪排饭》 这天,兔头颅往常一样,踩着拖鞋,像个痞子般的游荡在街道上四处巡视 等一下,那边的那位,可以和我们稍微谈一下吗? 之前两位警察突然叫住了他 咋啦,那个,最近这附近蛮多案件发生的,现在社会不太安宁啊 什么案件?不,那个东西可不能在这里讲 话说那个,今天是工作日,那白天的就在散步吗? 虽然有点失利,您做什么工作? 英雄 那个,先放一边吧,总之请跟我们回属里走一趟吧 于是,齐宇就这么的被请到了警察局 则是目击着所画的犯人的图像 虽然只是黑暗中的一个影子而已 曾世远,犯了什么事啊? 总之,先回答一下,现在开始问你几个问题 妈,喝口茶先吧 说着就见齐宇拿起茶杯,但却被那警官喊住了 等一下,你那个手怎么回事? 啊?我在问你,黏在拳头上的血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这个是怪人的血 竟然是怪人 因为我在当英雄嘛 无职,又没工作 名下的住所也在无人街 这家伙很可疑啊,还有那个血 这时,在做笔记的警员突然插话 和盘问的警官交头接耳了起来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但听此的秃头却甚是委屈 直指自己再次强调了一遍 咱且职业英雄考试算是及格了的说 名字是齐宇 然而 没听说过 毫无人气的英雄的话 不是跟自由职业者一样吗? 这话齐宇尽一世无语尼耶 意外的不能否定 你这家伙,我跟你有仇吗? 而这话好似点来了警官心中的那把火 我们啊 认为英雄协会的家伙 无论怎么样都很可疑 而且让人受不了 退从他们的风潮 在我们看来 简直就是儿戏 说穿了 其实警察也在担当英雄的职务 而且全面的负责 可是我们没有每次都将其挂在口中 只是为了治安 而将自己的职务完成而已 救人什么的 做了也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 为了想出名而行动的家伙们 是不会懂的吧 有警察在的话 英雄协会什么的 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怪人什么的 用手枪放倒就可以压制 不过难得的听了二十字以上的秃头 则是翻了翻白眼 和我说没用 去找怪人说去啊 另一边英雄协会 室内有类似于怪人的目击证言 在相继出现 这已经是这个月发生的第四件了 此时某职员正在向第二作战事长 马可依汇报近期的怪人情况 哦知道了 这袭击夜间巡逻的警官们 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关联啊 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 最近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 回到警署这边 对了 要吃猪排饭吗 要吃 可以白嫖饭 秃头自然是义不隆词 那个 你啊 为什么要去当英雄呢 谁知道 我认为你是因为 觉得因为很帅气才去当的 摘下帽子 看着眼前这个巴拉着米饭的秃头 警官揉合了语气 警察的工作就不帅气吗 我没那样说过吧 对交通违反了监督 不良少年的保护 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维护 没有警察 社会就运转不下去了 你不这样认为吗 说着 那警官的眼神中 拟结了些许预期 为了这个社会 不辞劳苦的工作者 因为英雄协会的崛起 而每每被世人无视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每天都在加油着 我的部下也有 很有趣的家伙在啊 对什么工作 都非常认真的去完成 乐情过头的家伙啊 在工作的第二年 还生龙活虎的优秀的部下 上个星期被袭击了 全身的骨头都碎了 并为在医院 在正要失去意识之前 还挤出声音 将犯人的特征汇报过来 最后的通信是 熊先生要小心 这是对我说的 因为熊先生是我 到了最后 还担心着别人 为什么 那么好的家伙会 看着眼前 这个突然沮丧起来的警官 其余揍起了眉头 听说是职业英雄事业 落选了才来当警察的 那家伙 憧憬的所谓的英雄 就是 像你这样的家伙吗 我咋啦 我咋的啦 我这样的不能当英雄吗 送猪排饭的来了 这时警署大厅 突然来了个送外卖的 猪排饭 刚才不是才送过吗 谁又叫外卖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 就能侵入进来 然后下一瞬间 就见那人开始报医了 这家伙 让我把你们 引览成一片红吧 原来他竟然是 鬼机怪人 奇奇梅 好吧 以后吃梅子 都有画面感了 而见此的警员们 虽然惊慌了下 却立马采取了行动 然而创杀落下 那怪人早已跃起 离开了原地 我作为怪人 已经成长得十分好了 已经可以堂堂正正的 从正面击溃你们警察了 开车摇摇晃晃的 没问题吧 脸色也很奇怪呀 因为持有违禁药物 被你们抓了之后 不仅是家人 连工作也丢了 这是复仇 都给我去死吧 这突然月下 一警员竟直接被押入了弟弟 看得众人是满脸冷寒 此时有人拿出了 那张画有圆圆的照片 对比了起来 这才发现 原来这家伙 才是那个连续杀冷犯 于是二话不说 立马掏出手枪 对着他就是一阵射击 然后七星眉 仅是紧绷起肌肉 就挡住了这些子弹 严海蓄力 不断地吐射出 梅子盒进行反击 瞬间 警署里的警员 就变成了靶子 嘿嘿 局长到一楼避难吧 嗯 你就待在这不许懂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想到枪弹完全不起作用 不行了 没胜算 向本部求救吧 来不及了 我们会全灭的 诶 熊局长 没事没事 是英雄协会吗 嗯 见其竟然要求助英雄协会 众警员非常诧异 换我来 警察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警署正在被怪人袭击 然后呢 希望能借我们一臂之力 如果可以的话 拍几个A级英雄 尽快 哎呀呀 这是什么话呀 我没记错的话 警察不是坚决不承认 英雄协会的立场了吗 有小道消息还说 你们要搜查 我们干部的住所 协会增强一点力量 就说成是威胁 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的 真的可以吗 触动我们这里的超人吗 要是开了这个先例 今后可没什么话说咯 最有能力对付怪人的是 英雄协会 请你们承认 警察在这方面的无能 这样子 没问题吧 听此一些职员 有些汗烟 为什么还说这些 英雄协会一直以来 想排除国家权力的干涉呀 妈呀 在这个时候 是有些卑鄙 自然那局长 更是感觉到了 深深的屈辱 警察已经毫无掩面了 然后现实 却不得不让他低头 怎么了 不开枪了吗 这种时候 能颁发给协会 什么奖状之类的 请尽快 拜托你呢 拜托 你 此时 兔头兔的出现 夺过手机 将其捏成了碎杂 诶 把电话 你 你干了什么 同样那些警员 亦是同样惊恐 做了什么啊 那家伙 不能被拜托了 才采取行动 无论是警察 还是英雄 对吧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电话那边 肯定不是英雄吧 放心 有我在呢 妈 当是还人情吧 猪排饭的 他走了过去哦 局长 那家伙到底是谁啊 一般民众 同样 局长意识不解 盯着兔头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搞毛 杂鱼吗 我不是一般民众哦 那你是谁 然后兔头并未回答 而是手捏成枪的形状 砰 释出了认真一枪 贤会说 这个条件 可以拿到特殊报酬 那绝对要好好干啊 好像媒体也来了 耸人听闻的灾害事件 据可靠消息 侵入警署的一头怪人 造成了灾害性的破坏 警察似乎已经向 英雄协会求援 就算是警察 走投无路之际 也要向英雄协会 借助帮助才行吗 让我们去现场看看 妈 我泄露出去的消息吗 这是让那些家伙明白 哪边才是更胜一筹的 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我自己都觉得干得不错 去吧 英雄们 在那些无能的警察面前 展示你们压倒性的力量吧 哎呀 警书里好像有水走出来了 背上好像背着什么 诶 那 那 那个是 是 是怪人 这是怎么回事 这难道是警察们制服的吗 哪里 通过媒体的直播画面 马可一非常不可置信 而英雄们同样很是茫蓝 那我们呢 是警察 似乎是警察打败了怪人 这时那散光灯又聚集在了奇遇的身上 而奇遇则是帅气的捏了捏帽颜 看了他们一眼 就那么的潇洒的转身 淹没在了黑暗中 真是 试料服衣去深藏公余名 什么 不见了 是的 到处找过了 但是 那个警官是谁 名字是 请让我们取材 看着底下脑哄哄的场景 警官回想起了和兔头的谈话场景 为了想出名 而行动的家伙们是不会懂的吧 他到底是什么了呢 做所不定的无业游民 不 一定是 真正的英雄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这里是小麦麦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哟 谢谢